他们准备罢工 可这惹怒了带头大哥 一个大白拳就把这个人打热 然后去告诉老板说工人都罢工了 这可把老板气坏了 说马上就开始演出了 让他赶紧去找人 大块头出来看见了流浪汉 一只手就把他拎进了马戏团 安排他干活 可他却不小心触碰了魔术师珠子上的案件 这笨珠的表演又引来厂下观众的热烈鼓掌 这时已经把魔术师会计封了 这个人又毁了他的表演 他气愤的去给老板告状 但老板却看到了商机 这个人一定能给我们赚很多很多的钱 第二天大块头让他给马喂药 告诉他只要往马嘴里一吹 药就进去了 可没想到马先吹了口气 把药吹进了小胡子嘴里 这还不算伤 让小马看见了 就追着他跑 没想到他居然跑到了狮子龙里 最倒霉的是他还出不去 还好狮子正在睡觉 没有对他造成危险 可这时跑过来一只狗对着他狂叫 小胡子害怕极了 恨不得当场给狗哥跪下 叫声引来了马戏团的女演员 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你赶紧去给我开开门 女演员一看狮子 说了句晚安 躺下去睡着了 这时狮子也睡醒了 小胡子赶快跑到墙角 狮子慢慢凑近他闻了闻 居然又回去睡觉了 甚至看都不想看他 女演员这时也睡醒了 赶快过来给他开了门 小胡子却不着急出去 为了把壁装下去 跟女演员说 我给你教训教训 说着就来到了狮子旁边 还没等他开口 狮子先开了口 把他吓得跑得飞快 这一天女演员 让朋友给他算一贯 朋友跟他说 你最近会跟一个皮肤有黑 英俊潇洒的帅哥 有一段姻缘 女演员听完后满是期待 这一切让小胡子听到 他照了照镜子 没错 这个人就是我 把他高兴的手舞阻挡 可女演员却以为说的是 新来走钢丝的男演员 知道真想后 小胡子很失落 每天也不表演 就想练习走钢丝 挽回女演员的心 这一天走钢丝那小子没来上班 老板都记疯了 这时他看见了小胡子 告诉他让他上 不然就吵你犹豫 小胡子为办法 只能接受 大块头问老板 你不怕他从上里掉下来 老板跟他说 放心吧 我给他买了保险 小胡子可不省 跑到后台找到一个工作人员 让他给自己掉为养 事成之后给你五美赢 就这样 小胡子上台表演